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城中家长会 校友会等师生代表共同见证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敬华25年来 捐赠励志图书十万多册永续散播离岛书香的大爱 热爱生命 夜赌无价 那我们因为在这个网路的世界里面 每个孩子几乎很少 很多的时间几乎都在网路的世界里面 我们希望他能不能有一段时间 能够很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实体的阅读方面 那我们有一个专案就是 每年有一个送爱到离岛的中小学 包括当然金美 马祖 立岛 南里 小琉球 那25年下来也送书送了将近11万册 应该10万9800多册 那我感觉25年来有那一个读出希望的这样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活动当天在城中的艺文中心举行 由副县长李正才代表周大观文教基金会颁发读出希望奖状奖金 鼓励五位获奖的同学 我们多少金美的乡亲在那边是混斗有成的 如果可以让他回到金美 回到台湾本岛 来分享他们混斗的过程 对我们南向政策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每个孩子的读诗心得的写作过程里面 我们深深感受到阅读知识的无限的力量 给他们一种不同的一个启示 因为网络世界是片片段段的 一本实体书是一个完整逻辑的 会帮助他将来做人处事方面 是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的去执行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到金美来等于25年了 我们深深的一个体会跟感受 副县长代表县长感谢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长期证书金门学校嘉惠学生的用心 25年来宋爱金门 以热爱生命阅读无价理念 传达向上的正能量 强调值得鼓励跟支持 让这一份大爱更茁壮